北京时间7月26日,2018年国际冠军北北美赛区的比赛继续打响,曼城迎战利物浦,最终利物浦2比1战胜了曼城。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,马内点球帮助利物浦去上比赛,上半场的比赛双方并没有取得进球,下半场的比赛来到第57分钟的时候,曼城率先打破场上僵局,希尔尔中场送出直塞球。 面对两人防守的莎内利用速度优势,上演了大标车,才升持两名防守球员强行超车,并最终攻破了利物浦的大门,曼城一比0领先利物浦,而在这里精彩的进球打进后,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背上,表现糟糕的德国队和主教练乐夫,成了球迷调坎的对象。 在世界背上德国就超这样的速度,有球迷调坎道,现在的德国队队友跟不上他的节奏,而在比赛仅仅过去了5分钟后,利物浦快速将场上比分扳平,卡玛敲起脚右路传中,而刚刚屁股上场的发拉克投球帮助利物浦搬平了比分。 但是这个进球也是存在着愿位嫌疑,在比赛来到下半场不时阶段的时候,利物浦得到了绝杀机会,索兰克在进区内被防守球员放倒,裁判吹罚了点球,最终骂内主罚民众,最终全场比赛结束,利物浦2比1战胜了曼城。